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没有秘密》 惊悚片里一直比较热衷韩国影片 感觉他们的惊悚效果和人物塑造形象 相比其他的恐怖片要狠和耸得多 但韩国电影《没有秘密》 感觉把它划分为惊悚类实在有点欠缺 倒更像讲述的是由一个荒诞的故事 披露出各种真实生活丑态 影片以女儿敏珠失踪为导火线引发的一系列惨案 而女儿失踪的当天正是父亲宗灿竞选韩国议员的第一天 她并没有因为女儿的失踪而干扰到自己的竞选 反而害怕因为女儿的失踪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 而阻止妻子严红报警 为了丈夫的竞选严红放弃了报警 自己独自寻找女儿敏珍失踪的线索 但几经周折后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严红又找到了敏珍的老师阿莲寻求她的帮助 阿莲给严红看了一段演出视频 视频里演出的两个女孩被台下的同学扔着肮脏的东西受着极尽的凌辱 而其中一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敏珍 严红看完视频心如刀割 她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女儿在学校一直被人孤立 此后她找到了视频里和自己女儿一起演出的同学美玉 想从她口中打听出女儿的下落 但美玉一口咬定自己对敏珍的下落一无所知 几天后警察在野外发现了敏珍的尸体 这样严红心如死灰 她开始疯狂地搜查女儿的死因 当所有的嫌疑苗头都指向与丈夫同时参与竞选的卢在顺身上时 严红却意外发现了女儿邮箱里的一封遗漏的邮件 邮件里是一份带有答案的试卷 严红怀疑是有人给女儿泄露了答案试题 于是默默记下了发现邮箱号 后来发现此邮箱号竟然是敏珍的老师阿莲的 严红打印出试题并找到阿莲老师 质问她为何要这样做 并表示会以此为伤害女儿的线索报警 阿莲听到报警顿时慌了神 她声称自己因为喜欢敏珍 所以才故意把试题答案泄露给她 随后严红又从敏珍的另一个同学手里 看到了女儿其他演出的视频 并开车找到了女儿演出的旧房子 严红在翻找旧房子里的东西时发现了一些钱 这时美玉也赶到了旧房子 在严红的逼问下美玉道出了实情 原来美玉和敏珍在学校里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甚至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情 在一次偶然中 他们发现了敏珍的父亲宗灿 竟然和自己的老师阿莲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敏珍知道后怒火中烧 决定和美玉一起来报复威胁阿莲老师 于是他们抽机会拍下了他们出轨的视频 并以此要挟阿莲 让他透露试题给他们 在如此要挟了两年后 他们又要挟阿莲给他们一亿含园 阿莲实在忍受不了便决定报复 于是他把自己受要挟的事情告诉了宗灿 但并没有告诉宗灿 要挟他的就是宗灿自己的女儿 宗灿怕此事件曝光影响到自己的竞选 就雇杀手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严红得知事情真相后激进崩溃 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葬送在自己的丈夫手里 当然他明白罪亏祸首 是因为阿莲没有把真相告诉丈夫的缘故 于是他回去质问阿莲 为什么没有把威胁他的人正是自己的女儿的真相告诉他丈夫的时候 阿莲的回答不禁让他后背发凉 他说就是想同时报复他们两个 影片以悲惨结局结束 严红也因为受到了一连串的刺激 开始变得神经恍惚 刚开始看这部影片时 第一个感觉就是乱 看不出影片想要传达的思想 后来仔细看过来 却发现影片里反射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人生丑态 出轨校园冷暴力 为了权力不惜一切代价 而最后要说的是 世界上唯有母爱最大 你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唯有母亲的心最疼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